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叔亮哥 本游时间8月25日,2023年U15世界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正在火热镜当中 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女子200米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大伙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我国的陈玉杰 现在的陈玉杰林颖才只有14岁 还只是一位初二年级的学生 最终陈玉杰标出了24秒59的成绩得金牌 人人一是这个陈玉杰从小就展现出非常好的运动颠覆 别看陈玉杰只是一位出生于2008年12月份的小女孩 她的100米和200米都已经成功达标了国家渐渐标准 可见她的天赋有多么强 陈玉杰的特点就是后撑能力非常坦堂 实际上会在比赛中上演跑进无人去的画面 也让人们记住了这位中国女辉人 其实在本次女子100米决赛中 陈玉杰的表现就已经惊艳了决赛 100米决赛陈玉杰处在第五跑的独一阵 比赛的时候虽然陈玉杰起跑有点落魄 但是才跑出没多久 此间陈玉杰就已经奋力逆转出来了一位 最终陈玉杰标出了11秒56的成绩逆转出金牌 陈玉杰也刷新了个人PB 并且也追凭了该项目保持41年之久的赛回击落 而在本次200米决赛中 陈玉杰的表现再次让全场欢呼了 决赛陈玉杰处在第二跑道的位置 由于第一跑道没有选手参加 所以陈玉杰也是处在聚编跑道 大伙都知道在短距离比赛中 聚在聚编跑道也是最大的跑道 广场比赛陈玉杰的最大支撑对手 就是处在第四跑道 来自马尔他的西亚 决赛比赛课时候 陈玉杰起跑一般处在落后的位置 而西亚起跑就会更加好一些 处在领先的韩列中 不过才跑出没多久 只见陈玉杰凤力逆转冲到了第一位 只见陈玉杰继续在凤力加速 当比赛将最后100米 转一直到较量的时候 陈玉杰处在第一位 而西亚只处在第四的位置 这个时候只见陈玉杰开始展现 他的臭强火转加速能力继续在凤力冲测 而西亚后城也实现逆转 以25秒39的成绩获得压坠 虽然这个成绩比陈玉杰的个人最好成绩 23秒61还有一些差距 但是毕竟也是陈玉杰第一次出国参赛 随路不服还有时差等问题 都是直接影响到他的正常包围 不过能为中国队 掌握100米和200米的双冠 就已经非常的不轻了 也计然陈玉杰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领域赛设 由我大神讲办 我们下期讲会